我覺得這一次財務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 那當然首當其衝的是這位會計師 明明適合在地議員陳士軒考察 國家電影及影視文化中心二級場館 但話題全圍繞在政治現金風波 尤其誰是黨內佔犯 但財務長我覺得是更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負起這麼重責大任 你是一個帳房 財務總管的時候更要非常乾淨 直播節目中把炮口對準財務長李文宗 還有黨內前立委陳婉輝點名黃珊珊要扛 其實黃珊珊在那場記者會上 我覺得她的角色 沒有讓我覺得她是一個總幹事 第二是我覺得她也沒有去擔當起 那個她認為 她或許不認為啦 但是我覺得她沒有做那個道歉的角色 她並沒有什麼所謂對內啊 早戰犯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是台灣民眾黨這個團隊的一份子 當初沒加入進總運作的黃國昌老話一句 先把問題釐清 但網路上民眾酸爆 說她是專業關燈手 黃袍加身等等耳語從沒停過 外界對於台灣民眾黨有很多見縫插針的行為 那其實我覺得時間就是一個最好的考驗跟證實 但每一次的見縫插針 我必須要很坦率的跟大家講 都不會成功 身處風暴核心的黃珊珊 休會期間還獻身立院 8月16日民眾黨也將針對黃珊珊李文宗 召開中評會 不只給小草 也給外界一個交代 靜心文宗部長 下載靜心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